作词 李宗盛 如果能实现 把心交给这一切 做自己的选择 相信你走的路 都充满了坎坷 也请不要认输 今天掌事从前 明天需要展现 站上舞台就会美丽无限 我会一直追随着 眼前闪亮的颜色 年轻时光在飞舞 分离去追逐 我会一直勇敢着 绑好自己的角色 跟着心走去追逐 Try your best to do 爱心 小李这篇稿子 你看了吗 不想啃老那个 看了 但在怒旗不争的同时 又有多少人能看到 啃老族的无奈和尴尬 在这个越来越相信 出身决定未来的社会 有多少人还能做到 靠奋斗来保住自己 残存的梦想 竞争激烈 一直难求的现状 有多少人只能选择 不想长大 没错 不同的青春 有不同的命题 也许鼓励会比谴责 更温暖 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 在硝烟之中挺身而出 我们却在所谓的 就业竞争中 打着梦想的幌子 选择躲进父母的怀抱 丝毫不觉得汗颜 这谁写的 时间来不及了 我改了点 改了点 这根本就是另外一篇文章 您怎么老是随便 改别人文章啊 我是主编 我还不能改吗 这是我的职责 那您也得跟我商量一声吧 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而且这根本就不是我的观点 你白白剪了一篇好文章 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我说你们这种小朋友 真是 什么小朋友 我不是孩子了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你那篇文章 根本就不能用 为什么呀 你整篇找不到 一点自我反省的地方 那我让你采访老个民 是为了什么呀 仍然是在粉饰坑脑组 替巴尼后名媛搅取 格局小蕾 我提醒过你 要上升到更大的格局 不是 我们巴尼后怎么了 而且您这杂志出来 是给谁看的呀 年轻人哪 哪些年轻人 包括巴尼后 还是的呀 我就是巴尼后 您了解我吗 你们成天喊着巴尼后不长大 你们给机会让人家长大了吗 就这么一味地指责 我什么时候一味地指责了 你倒告诉我打听打听 我赵水灵 我是最疼爱最疼爱年轻人的 要不然青春杂志不会让我来做 因为我跟年轻人走得近 我了解青春 我就知道有那么一群人 成天嘴里说着什么小朋友啊 孩子们 表面是很亲切 实际上啊 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过年轻人的成长 也不敢用包容的心态面对年轻人 行了 你要再说我不包容 我可真生气了啊 明明是你们年轻人的文学功底不够 我要不包容 我能带你们吗 我是真心诚意地想帮你们 仔仔细细看看我写的文章 仔细看看 有那么一群人吧 我不是说您 他们总是自称年轻人的朋友 其实啊 他们更愿意做家长 说白了 他们就是害怕年轻人长大 害怕面对自己的衰老 罗雷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怕老是吗 我没说您 我说的是有那么一群人 我还要再说一句 这样的青春杂志 是对我的青春不负责 也是对80后的青春 不负责 不生气 不生气 我不生气 我是妈妈嘛 我不生气 我就不相信我改天不了你们 那 那是是 那王小敏 你过来 别气了 别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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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还说这一期出来 让我爸和我爷爷看呢 没着我爷爷一高兴 便还能好 现在怎么办呀 上不是写着你名了吗 拿给他们看呗 关系这文章不是我写的呀 有那么差吗 你自己看 这都写的什么呀 我都不好意思念 来 帮我搭把手 来 赵妈妈让我给你们看看 主要是小蕾 她说她要抽查 抽查的结果直接和工资挂钩 什么呀 这都是这么多 矛盾 爱卿 郭小川 丁玲 贺靖之 赵树里 孙礼 蒋光瓷 还有冰心奶奶什么的 她说啊 她保证百分之八十的青年人 都没有看过这样的好书 好书 我的脑子 脑子 小蕾也来了 来 你们坐 你们坐 明华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她 医生说 她的血压控制住了 生命体征也得到了恢复 只是脑部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 医生有没有说 她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啊 他们说可能很快 但也许 会很长时间 胡震 还有一些手续没办呢 你跟我去吧 那这 这不是有萧阿姨的吗 萧阿姨 我们去办些手续 你们就在这儿 有事可以按那个链 我可能会遭到 Although 爱被他义 人手续的揚摚 也会很糟糕 我会在这儿 一上本 永樊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一直都想告诉你的 可是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真是个好人 我不忍 可是 聂音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聂音是个好孩子 她因为从小没有父亲 常常受别人欺负 我觉得亏欠她很多 你知道 聂音她已经有儿子了 她儿子 跟我们当年都差不多大了 我觉得 聂音应该见见她的爸爸了 你快点醒过来啊 快点醒过来啊 这么早就来了 我呀 一早晨就来了 回去熬了点汤 孩子们熟了一熟啊 我来换换他们 来 尝尝我们家的汤 谢谢你啊 一会儿就休息吧 有我在这就行了 我不累 我也才刚来呢 这个汤啊 老胡算爱喝了 用她的话说 百喝不厌 老胡啊 闻这儿香了吗 香你就起来吧 啊 喝水 哎呀 说一说 文艺男的家属来清个字 来 你们谁是家属啊 我 我 我是家属 那个 这儿这儿这儿去清个字 以后有事找我了 好的好的 这 好的 嗯 这孩子 啊 背书 我说过我要抽茶的 背了吗 赵妈妈 你说要抽茶 这也不至于背书吧 你问我这些都说了些什么吧 我都知道 这是背书吗 这是文学素养 别在这儿站着 进来一会儿听听 什么叫民主 所谓民主 就是用大师的手笔讲述人间冷暖 故事不稀奇 稀奇的是手笔 为什么古人读书 茶饭不死口舌身疮啊 因为他被书里的味道所吸 所谓玩味玩味 玩的就是书中的味道 书中的手笔 我来吧 你 您抽吧 老人渔海的开头 他是个独自在弯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 至今已经去了八十四天 一条鱼也没得住 说说你的理解 老人渔海一拼开头正如大海中的冰山 要写十分先露三分 这是海明卫一贯的写作风格 巴马卡琳尼娜的开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么大气磅礴的史诗 用这么简单的开头 一句话就是一声叹息 基督善伯爵的结尾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当中 等待和希望 小儿可以结婚的开头 刘家娇有两个神仙 邻近各村无人不小 一个是前庄上的爱卓葛 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 你还未吗 你完成得非常好 可不等于你的阅读量是够的 我今天抽插的只是普及性的微阅读 你都知道 这很正常 这都是拜我的图书管理专业所赐 您别看我安心整天心不在焉的 可花在小说上的时间真的不少 您老说我们文章写得不好 是因为读书少 现在是不是可以证明 您只是单纯的想当我们的赵老师 赵妈妈 还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 咱们杂志社面临的问题 你绝对不是托尔斯泰海明威 赵树里几个大叔大婶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您喜欢听背书 我可以坐在这儿 给您背上一天我都没问题 胡笑蕾当 胡笑蕾怎么不来抽茶 该什么时候复茶 你自己知道吗 您放心吧 学大夫已经说了 到时候会不会发短信的 一会儿吃完了 你还得跟奶奶 胡笑奶奶送饭 我去呗 萧奶奶还在病房呢 嗯 我觉得这个萧阿姨跟你爸 绝对有问题 瞎说什么呢 这萧阿姨这次来大陆 绝对是找你爸来的 要是普通朋友关系 她费那老鼻子进来是吧 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人家说了人家是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也分很多种啊 你听见过她说她老伴的事吗 没有 我反正觉得她看你爸的眼神都不对 你猜眼神不对呢 你平时怎么气我都行 你别哪天给我也整一个出来啊 这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啊 小蕾 杂志班子怎么样 我还在闹 好好的单位你不去 跑什么杂志设人 你气死我算了 服务员 打包的饭菜好了没有 你不吃了 这饭我还怎么吃 我呀 最好是跟我爸一样 躺着 清静 丑妈妈今天脸都气绿了 真能背一天输啊 背什么一天输呀 丑妈妈输得对 今天也就是普及性读物 读本两本我准露下 我在文学说也就是端茶滴水的 你不能怪读者啊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 我觉得您的年龄和这本刊物 已经有距离了 这不会有距离的 你去问我那帮年轻人 他们非常喜欢我写的东西 你看见了吗 这些都是反馈回来的信息 说杂志里的青春太有压力了 而且最要命的 是假 这不是我说的 是你们那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读者说的 这帮半年后真的怎么认为 现在经费也比较紧张 你们的销量这么低 而且这个月又创了新低 社长的压力也很大 咱们这青春恐怕 恐怕必须得考虑停下来 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你怎么还不回家 你真不管瑶瑶了 谁说我不回家了呀 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钥匙不就在门框上吗 太没有安全感了 你真好偶心啊 你去看小蕾爷爷吗 可是小蕾爷爷昏迷 吃不了这些 小蕾爷爷怎么了 不是给胡爷爷打 小蕾爷爷病了 我准备这两天去看他呢 是吗 来给自己的 找工作找到伤缘计了吧你 找工作太累了 遥遥无期啊 我怕自己工作没找着 自己先搞屁了 所以也补补 要不然你还是来我们杂志设算 不去 我可听说你那照办法了 我受不了 这么多人来了 咱们孩子都回来了 凯小蕾 今儿隔音怎么样 别提了 杂志设都快倒闭了 谁说的 我偷听到的 说是杂志销量太差了 年轻人都不喜欢 我好不容易找一工作 现在连单位都要垮了 老天爷 你到底多不想让我挣钱呢 这话应该我说吧 老天爷爷 你是多不想让我工作呀 这不逼着我啃老呢吗 你知道吗 我爸问了我两次杂志的事 本来我找了一个不如他院的工作 我以为他会怪我呢 结果他问了我两次 两次啊 赵妈妈和你说了吗 还没有呢 就是咱工资还没发呢 得 来说让我去杂志设 来了吗和几几个 一人一张 干嘛呀 写简历找工作呀 不是 这好心好意的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的是 王婷有请 来 我觉得你比他们唱得好啊 哪有啊 怎么没有啊 这个明天还有吗 你也可以去参加呀 我不行 参加这个要去长沙那么远 穿的不会同意的 哎呦 新娘舒德呀 感动得我 眼泪汪汪啊 你说你到我们家多少天了 许川来找过你吗 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他打过 他说他在找工作忙 行吧行吧 你别说他好话了 我都不想说他 怕给你添堵 他真的打过 我今天晚上想搬回家了 大叔 不要 我就见不得你这个见嗖嗖嗖的样子 你能不能抬起你高傲的头啊 让他来接你 我说说他 开工了大小姐 那我晚上想回家拿衣服 拿完我就去你那儿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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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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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胡锐吗 我 我是 我是胡适集团的副总 姓陶 陶叔叔你好 你好你好 陶总 辛苦了 哪儿的话 董事长 你们先聊吧 我去办点事 怎么样 还喜欢吗 长期待在这里 不会疯掉 我听说 你今天是坐计程车来的 本来是想坐公车的啦 但是时间赶不上了 你出门坐公车 你车子呢 丢了 丢了 反正就是丢了吧 你下次要来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 我让司机去接你 我再提醒你一次 你的一举一动 都代表着胡适的形象 盯着你看的人 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有吗 你不觉得你 所谓想过的生活 已经被你过得一团糟了 有吗 准备什么时候来上班 我 过段时间好了 还要再过段时间 你是胡适的公子 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你 我不希望你再这么吊儿郎当的 要把你培养成公司的支柱 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我没这么多时间等你啊 胡适是家族产业 得来不易 你应该了解 我不希望公司将来走上 被别人控股的道路 我能够依靠的 只有你 你能够依靠的也只有我 我不想上班 我更不想坐在这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变成你 如果不是你 不是你所谓的什么成为公司的支柱 不是个什么家族企业 我妈也不会走那么伤心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拯救杂志社 能不能不开玩笑 我知道杂志社已经快倒闭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都听见了 张妈妈 我知道 您不希望看到这一切发生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切发生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联合起来 保住这家杂志社 小蓝 社长都发话了怎么保住啊 旧办青春这点经费 社里其他报纸刊物都看着呢 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不过我先声明 我们的青春出了问题 不是我领导的青春出了问题 而是钱也有了问题 我知道 如果我们不要他们的钱呢 这 什么叫不要他们的钱 就是说 我出钱 把杂志社盘下来 能不能不开这种玩笑 如果我盘下来了 这怎么可能 如果我盘下来了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做主编 胡小蕾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是你存心给我过不去 当然 你们年轻人的胆量我很钦佩 但是胆量绝不等于胆识啊 你的行为在我看来 就像自己扯着头发脱离地球 而我们的杂志 是有传承有品牌的 说真话吧 其实这个位置我早就不想干了 因为我很清楚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拍在沙滩上 这是早晚的事情 那现在是不是还为时尚早呢 当然 如果你们年轻人有能力 我欢迎啊 但是你们有能力吗 有吗 有能力吗 没有啊 那你们有钱也行啊 有钱吗 你们有钱吗 有吗 那不就忘了 你弄了 干吗呀 这段时间你是放松自由够了吧 该收收心了 什么意思呀 你是浪费时间太多了 妈可是一天都没闲着 从早到晚的多不容易 全是大小相机和妈全跑遍了啊 你看看 他们是有什么ID公司的 什么外科医生 眼科医生 妈是拿个大本儿吧 他们他爸属啥 他妈属啥 家里老家在那儿 一个个记得是清清楚楚的跟你说 乖乖呀 有妈妈这么用心的 能不能听听啊 妈呢为了让你看得清楚 能对上号 就跟犯人一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弄了个号 你怎么没买带鸡腿的 这鸡腿好香啊 关于你妈走的时候 我没道的那件事情 我已经跟你道过很多次歉了 我甚至于跟你妈都道过很多次歉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 我妈如果原谅你 我就原谅你 可是你妈她已经 对 她已经走了 你无论怎么弥补 她都不我回来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跟你妈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并不快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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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胡小蕾 我只喜欢胡小蕾 除了胡小蕾 我谁也不喜欢 你听明白了吗 不行不行 你给选一个 来 小蕾 安心 什么事啊 不是 乖乖你 办杂志 对 办杂志 你说把那杂志给盘下来 对啊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说 想要干点什么事情吗 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什么都不懂呀 不懂得学呀 拉倒吧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 那杂志都倒闭了 我们什么都不懂 盘下来干嘛呀 杂志之所以会倒闭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没有针对我们的消费群体 小蕾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现在也没有 什么具体的想法 但是我脑海里 一直有三个字 就是八零后 你们想想看啊 从我们毕业到现在 听到了多少 关于八零后的诟病 什么自私 冷漠 叛逆 为什么很少有人 来夸赞我们 我们敢想敢干 我们勇于创新 我们处在一个 完全不同的时代 面对的是 不同的生存和生活问题 我们走在前人 没有走过的道路上 父辈的那些经验 不能告诉我们 如何在这条道路上行走 我们只能自己去闯 自己去摸索 当然 路途上可能会犯错 会摔跟头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很差劲对吗 嗯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让别人去了解 去认可 我们需要有一个生意 站出来为八零后说话 这个生意不是赵妈妈 那个所谓的青春 而是属于八零后 真正的青春 我们需要自己拿起话筒 站出来 为自己说话 这就是我想办杂志的原因 那你和赵妈妈说了吗 说了 他怎么说啊 他说我想拽着头发 脱离地球 你这想法倒是不错 但是我怎么 没有 但是 我这次还偏要拽着头发 脱离地球 给他们看一看 我今天找你们来 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一个人的生命 应当这样度过 等到回收往事的时候 不能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能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已经把自己整个生命 跟全部经历 献给了我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说人话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我愿意 好 我也愿意 好 我可以做我隶属的那些事情 是不是愿意 我愿意 那我 我们行吗 行 肯定行 那我也愿意 好 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做一份详细的筹划 你刚才那段话 就可以作为开篇前言 好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十万块钱 啊 大家想办法凑一凑嘛 你别看我啊 我肯定是没有 我也没有 我不太方便找家的要钱 爸 我想想办法吧 好吧 大家都想想办法 我保证 我来打借条 这个钱我一定能还上 你又怎么惹你妈呢 谁惹她 你没惹她 她能这样 今天一天没跟我说话吗 大牌输了呗 那不可能 就你妈那起步啊 输给二维 普拉达什么的 那好奇万千的笑声 都不会变 爸 借我点钱呗 跟老爸还说借不借的 你那不有付卡吗 该用就用呗 付卡不是有限额吗 那你要多少 十万 十万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 有点急用 什么用 你问那么多干吗呀 有没有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呀你 一个朋友要借的 什么朋友 是不是那个小蕾啊 我跟什么门都没有 不是他 你说你真怎么 安心 对 爸爸那些钱呐 都在外边流动着呢 那股票 股票套牢了吗不是 你这 现金总有吧 现金啊 你忙掌管着呢 再说也不够十万啊 你跟你那朋友说 最好啊 让他到别处想想办法 好 奶奶 小奶奶 妈 我来了 好 爸 嗯 跟你商量点事 好 我跟他好 能不能 借我点钱 没生活费了 你忘了咱们的约定了 这还不到三个月呢 我现在 遇到点特殊情况 慢点 我来帮忙 慢点 胡镇 小蕾 快点 来了来了 帮爷爷擦着身子啊 帮爷爷擦着身子啊 来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 小阿姨 时间不早了 要不然 我早点送您回去休息 对了 嗯 送小阿姨回去吧 就是 好啊 那我明天一早再来 明天你在家休息吧 这样有什么事啊 给你打电话 没关系 反正 我在家也没事 快送送 来 小阿姨 谢谢啊 不客气 我这 这块儿轻点 这块儿你看 巴掌都摔破了 是 别疼 别疼 行了行了 我来吧 你半手半脚子 行了 我来吧 我来吧 老头子 老头子 你还要睡多久啊你啊 你看你这两天都瘦了 你要再睡下去了 上下飞得乱透了不可 老头子你醒醒啊 老老老 妈 你醒会儿 过来 过来 别歇会儿 小蕾 我奶奶去歇会儿 奶奶 要不然 我先送您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回去睡不着 身边少的人 我不习惯 我就在这儿睡 不行 我就在这儿睡 行行行 我一会儿让护士给你弄个成 好 行了吧 奶奶 那您靠这儿歇会儿啊 您都一天没合眼了 我在这儿跟你爷爷说话 好让他快点醒 小蕾 刚才找我什么事 没事 没事 我来不去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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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乖乖 不是 你干吗呢你 下边太冷 我拿个毯子 太吓天了 你说你超风啊 快去睡吧 你也快睡啊 睡睡睡 你说这害的真是 吓死我了 您是想申请小的贷款 就贷十万 对对对 贷底鸭子资料了吗 放在这儿 李安心 您是李安心本人吗 你有这房子 你还拿不出十万块钱 说说 你真的输呀 真有十万块钱啊 你从哪儿搞的 我多神宗广大呀 我问你呢 从哪儿搞的 我把我们家风盆给偷了 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了 这骗你干什么呀 不然上哪儿弄十万块钱呢 你啊 现在得赶紧还我 趁我爸妈发钱之前 放心 放心 一定 我现在又给你打借条啊 不借业 安心 你就是咱们杂志社的功臣 你知道吗 李安心 你放心 等杂志卖了钱 我立马还给你 我现在又给你写借条啊 嗯 嗯 嗯 这里有十万块钱 还有我们的策划案 我们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 就麻烦您了 啊 还有 如果您对我的文学饲养不满意的话 可以看看这个 这里面有十六个笔记本 每一本有十篇读书笔记 每篇不少于五千字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您不满意 我再回家给您拿 之前您说的对 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 它会是我们的 张妈妈 孩子们这一次是认真的 拜托您了 我们八年后怎么了 他们总是自称年轻人的朋友 其实啊 他们更愿意做家长 说白了 他们就是害怕年轻人长大 害怕面对自己的衰老 曾经我年轻的心中 没有痛苦 我平静的生活 也不敢闹孤独 那是我的感情愉快而又穿扑 我的初恋也是那样幸福 我自信太阳心月都是我的朋友 我像有云一样从不想到自己的归宿 那是我大巴的耗洒着世界 坚信我像播种着那样从不曾耽误 那时我像太阳一样光芒自负 我狂爱自由自在自由自在爱所有 我盼你在迷茫的在迷茫的梦想里 带走各种各样不同的路 我自信太阳心月都是我的朋友 我像有云一样从不想到自己的归宿 那是我大巴的耗洒着世界 坚信我像播种着那样从不曾耽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